哈囉今天要來分享百變小怪獸 它吃什麼就噴什麼 所以它非常萬用喔 所以想要推薦給你們大家 它總共有分三個階段 有一般弱的模式 還有中模式還有強模式 還有充電的部分在下方 那充電孔 跟主開關都是在這個位置喔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還有裡面可以放置的東西 除了一般的水 可以做焦花還有酒精 還有一般食用的 可以噴在餐具 或者是餐桌上面 可以食用的 等級的消毒液都沒有問題喔 最主要的就是它的噴頭 是真的用的 材料非常好 不像淘寶那種用沒有多久 就生鏽了我的天啊 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推薦給大家 可以買百變小怪獸 來試用看看喔 還有小朋友的玩具啊 真的是要定期做消毒 家長才安心 那當然馬桶的部分也不能少 每天呢都會 躺的沙發也是一樣 還有地墊啊 是最髒的部分也要消毒一下喔 還有最棒的就是 人體偵測感應的話 它就會自動噴五秒鐘喔 所以在一些飯店或是一些商家的話 我也蠻推薦可以使用這一款 百變小怪獸喔 一定是要拿來做消毒 也可以裝一般的清水來澆花 那當然澆花的部分 也可以就是用小小的 盆栽那一種 總共有三階段的噴霧 所以大家可以做參考喔 所以大家可以做參考喔 這次很會 我會做參考喔 我們會做參考喔 大家好 我們會做參考喔 我們會做參考喔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